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国产恐怖电影《勾魂令》 老王是一家戚修厂的老板 某天夜里老王突然梦到一个女鬼向自己索命 惊醒后的老王告诉了老婆阿梅 阿梅却说老王是亏心事做多了 老王觉得冤枉 随后晚上结账时突然出现了一张铭币 这件事让老王的心里感到很晦气 随后阿梅让老王赶紧将铭币给处理掉 第二天心里有事的老王在麻将桌上连输了好几把 叫停了牌局后 老王把收到铭币的事告诉了辫子男和老刘 老刘觉得是有人在找老王的麻烦 随后三人散了牌局后打道回府 留下了心事重重的老王 当天夜里老王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看到了一个女鬼出现 这可将老王吓了个半死 老王想把这件事告诉阿梅时 却被阿梅给怼了回去 画面转到第二天 西修厂的小李发现自己修的一辆车 刹车几乎全部毁坏 虽然心里觉得奇怪 但也没有多想 镜头转到老刘的烟酒店 此刻的老刘正盘散着 想利用过节进一批假烟和假酒 准备狠狠的赚一笔 老刘的老婆劝老刘少做亏心事 老刘却不以为意 老刘的老婆发现劝说无果后 也就随他去了 当天夜里 老王又一次梦到了自己刹车失灵 掉进了水里 老王惊恐之下 将梦告诉了阿梅 阿梅却觉得老王太没出息 被一个梦吓得丢了魂 随后借口出差 离开了家里 画面转到第二天 老王出门时 再三检查了车矿 随后来到了汽修厂 这是员工小李告诉老王 自己要辞职 老王认为自己并没有亏待小李 这个时候小李告诉老王 昨天宴里又发现了一张明币 此事让小李心里感到发毛 所以便想要走人 老王正感到疑惑时 员工大头进来告诉老王 前两天晚上 有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送来了一辆车 车里的刹车系统几乎全部毁坏 三人都觉得这件事很奇怪 随后老刘将汽修厂安上了监控 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人要整自己 当天晚上 老王将辫子男等人约了出来 把再次收到明币的事情说了出来 希望兄弟们能帮帮自己 这时老刘提起自己做生意的时候 也遇到过邪护事 当时老刘的公司声称收钱办事 什么事都可以解决 有一天 一个女孩找上门来 说想见一见自己死去不久的男朋友 老刘看女孩可怜 就想找人装一下 了去女孩的心愿 当天夜里 正当老刘想要做做戏糊弄过关时 却发现和女孩走掉的并不是自己找的人 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撞鬼了 不久后 老刘便转行开了烟酒店 这时辫子男也提起自己碰到的怪事 有段时间 辫子男总能碰到一个流浪汉 每次流浪汉要求吃一根鸡腿后 就转身离开了 某一天夜里 流浪汉告诉辫子男 如果有人要他到南湖公路 千万不要去 辫子男感到很奇怪 之后的一天夜里 辫子男突然接到要去南湖公路的客人 半路中 两个人突然绑架了辫子男 正要杀人灭口时 车窗上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辫子男才因此换回了一条命 两人告诉老王 凡事都有因果轮回 收到民币也许是一个征兆 让老王小心一些 听到这些后 老王顿时慌了神 当天夜里 修刹车的女子再一次来到了店里 车里的刹车系统几乎又是全部坏掉 大头没有想太多 便告诉女子 明天修好后可以来取车 女子听完后就转身离开了 这天晚上 再一次偷情后的阿梅回到家 看到老王又将民币带回家时 阿梅感到很不满 开始辱骂老刘 两人最后不欢而散 第二天 老王赶紧去找辫子男和老刘 想要两人给自己出出主意 三人看到监控后 发现每次神秘女子来过后 第二天都会发现一张民币 老王打听过后 才发现 这个女子早在二十天前 就已经出车祸死了 这时老刘发现 女子的鬼魂每隔七天 就会送来一张民币 老王惊慌不已 哭喊着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女子 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当天夜里 老王在汽球场值班时 却突然看到了女鬼找自己索命 女鬼将老王拖到了阴曹地府 正想要报仇时 却被黑白无常制止 女鬼恶狠狠的告诉老王 三天后 自己会来找老王索命 惊醒后的老王发现 只是自己做了一个噩梦 可是老王却被这个梦吓得不轻 紧接着第二天 老王约辫子男三人在宾馆见面 将这件事告诉两人后 两人认为女鬼不会无缘无故 就找上了老王 老王突然想起 自己前段时间 从老乡的手里进了一批低价的配件 但是老乡已经失去了联系 无法再查清楚 随后六神无主的老刘 拉着辫子男两人陪自己在宾馆 挨过这三天 三个人熬了两天两夜后 正放松了警惕时 老王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 战战惊战去开门后 发现真的是女鬼来找自己了 三人和女鬼打斗一番后 女鬼拿出了勾魂令 向老王逼近 这个时候老王突然醒来 发现只是在做梦 正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时 门铃突然响起 服务员送来了一封快递 老王正感到奇怪时 打开快递却发现是一张勾魂令 老王被惊吓过度 最终丢了性命 画面转到第二天 辫子男和老刘回到烟酒店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是阿梅利用老王崩溃的心理 想要借此机会除掉老王和情人双宿双飞 最终冤死了可怜的老王 辫子男感叹了一番 离开了便利店 这时老刘接到了一封快递 打开后发现是一张勾魂令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最后提醒大家 亏心事还是少做为好 免得无意间给别人带来 无法挽回的伤害 也为自己种下孽缘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